中心网7月4日电独自在家,遭遇棕熊闯入家中,是一种怎样的体验? 据外媒报道,当地时间6月29日下午,美国加州的霍夫家里,来了一位不速之客,一只棕熊,这只热坏了的棕熊在非法闯进霍夫家后院后,不仅在院子里的浴缸泡澡消暑,还美滋滋的喝起酒来。 资料图,美国棕熊,刚开始,霍夫以为灌木丛中不寻常的沙沙声和树枝折断的声音,是从隔壁邻居家传来,但随着声音越来越大,霍夫决定走过去。 一探究竟,我站起来,在灌木丛附近看了看,看到有一只熊正在爬我家的篱笆,霍夫称,他进院子后,先是缓慢地移动,逛了一圈院子,随后他从灌木中跳出,静止走到玛格丽塔鸡尾酒前,将酒杯装倒,并把它舔了一遍。 据悉,当天天气非常炎热,霍夫刚开始发现这只熊后,便退回家中,但随后他发现这只棕熊在院子的按摩浴缸中,一边辣洋洋的玩水消暑,一边还享用了他之前留在院子中的玛格丽特鸡尾酒。 霍夫随后录下了棕熊玩耍的视频,他说棕熊在玩耍时,还把温度计扔到了空中,大约一个小时后,霍夫发现那只玩嗨的熊睡着了,他说,这只熊最终从街上匆匆离去,至少可以说,这一天是个有趣的星期五。 在这之后,霍夫还为自己做了两份玛格丽特鸡尾酒,作为补偿,来源中国新闻网。